欢迎收看东森午安新闻 我是林静怡 最近每天的本土去诊 大约是在6到8万之间 不过来看看 这是疫情紧绷的氛围吗 有医师说在台北市 根本是感受不到 尤其这两天周末 很多地方人潮变多了 医师PO出照片说 像是在电影院 百货商场 明显出现人潮 而周末这两天 像是在这个球场啦 游艇派对 还有在这个外双西的钓虾场 也是同样情况 警察中心在昨天 有个重大宣布 6月15号开始 边境改为3加4 很多人说终于 等到这一刻可以出国了 但是什么时候 可以组团出国 难道9月前有望吗 证实中表示 有望可以更提早来开放 会努力的加快脚步 但现在不少民众就担心了 会不会因此 这个疫情卷土重来 对此有一时表示 这个是兼顾科学角度 跟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公约数 只要不会加重重症比率 应该是可以慢慢的走向令家旗 我今天最新消息 在中央流行疫情协会中心 在今天发表最新消息 我们的指挥官 词实中上午 他觉得身体有相关的类似症状 使用的家用快筛试剂检验 结果是阳性 那么已经透过通讯诊疗 列定为确诊 现在是进行居家照顾 而目前身体状况 一切良好 就是最新提供给您 好 当然从下礼拜开始 下礼拜三 路径检验天数 将会改成三加四 而且所有旅客通通都适用 同时也会开放旅客来进行转机 所以这个消息一曝光 桃园国际机场 也因应指挥中心的政策 提出了五大的相关防疫措施 同时也会邀请航空公司 进行转机的实地模棱野链 现在很多家长警觉性都还蛮高的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台湾陆续出现 这个儿童确诊之后 发生miss c的相关症状 有医师就提醒了 这个号发期 大约是在6到12岁的儿童 而且在确诊之后 又有四个关卡 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主要是要观察期 大约是在2到4个礼拜 甚至有的可能最长会到6个礼拜 怎么会搭台铁明日号 变成跳跳车呢 只是一列明日号 昨天在行经花莲南平 到万荣路段 突然出现这个画面 您仔细看上下剧烈的抖动 甚至这个车轮一度的腾空 非常的危险 民众说就好像是火车快飞一样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 公务段就回应说 因为施工不慎 扰动到的轨道 目前已经是排除了 但问题是明日号 他走的是精致路线 环岛油的行程 7天要价8万块 而现在行程的安全受到质疑 来看这个男子 他的行为 让旁边的乘客非常害怕 因为他没有戴口罩 当时这名男子呢 是拉伸北捷 从市府站到西门站的途中 因为他的口罩没有戴好 站位人员连续的劝说 他完全不甩 甚至呢 他把这个手机的应用 直接是扩运来播放 当时捷运警察到场来劝说 他也是不断的反抗 而且咆哮 警方只好把他给拖下车 并且在月台上压制他 高铁桃云站旁边停车场呢 发生这起双失四命案 现在疑点重重 难道是有共犯吗 正是经营移工仲介的夫妻 被气势在自驾的休旅车内 而凶险居然是他们多年的 好朋友兼合伙人 疑似就是为了地下汇兑的纠纷 起了杀机 不过警方现在发现 这个嫌案犯案前后呢 事发地四度的开关灯 而且杀人地到气势的地点 车程才一个小时 但问题是他花了五个小时 这空白的五个小时 他到底去了哪些地方呢 由于有这些疑点 现在警方也不排除 背后有共犯 确实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因为整个杀人嫌犯 他已经是出境逃回到泰国 但问题是 现在非常多的疑点都还没有解开 而警方也还没有找到 关键的犯案凶器 目前检察官初步相议遗体 就发现了 死者夫妻他的伤势 通通都是集中在头部 研判是被钝器所伤 而现在警方不排除了 会不会是像这个金刚柱这种法器 或者是金属制品 来作为犯案工具 法网会会终于是赵涛九天路 先前台中这名27岁的女骑士 原本在6月23号 需要跟男朋友登记结婚 结果当时下班回家途中 被闯红单的休旅车 重臣重伤 送进家户病房就职当中 而当时车上6名失联的移工 居然是当场的汽车逃逸无踪 而当时警方当天逮到驾驶 在内4个人 但是问题是还有两个人在逃 不过他们逃了9天 藏匿在彰化放运的两个人 已经是落网了 想要去打工换宿 但是却觉得被照片给骗了 这是在肯定有一间背包客栈 在店家是放上了背包房的照片 可以免费住宿背包房一个人一格 有学生看到这照片之后 还蛮喜欢的 是从台北特地来到了当地 来体验打工住宿 没想到他说一到达 简直是傻眼了 因为他发现住的 居然是夹盖的简陋铁皮屋 没有床 只有放上几块的瑜伽垫 跟照片落差很大 住饭店一个晚上要8000块 但是这个民众说品质太差了 民众说端午联假 订了三天两夜的肯定某会馆 三个晚上要价24000多块钱 所以算平均一个晚上 要8000多块钱 没想到他说露住之后发现 居然房间里面的壁纸脱落 而且地产上面有非常多的污渍 甚至厕所的灯 有好几盏都不亮了 连这个淋浴间的门 完全都没有办法关起来 他想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柜台 但几乎是看不到人 让他非常生气 后来屏东县政府调查之后 才发现了 这间饭店并没有取得 合法的旅宿执照 而且是违法营业 但是来看看这位民众 他自己违规还强避 而且火气非常大 这是一位言性的网友 他表示用餐的时候 餐厅的停车场满位了 导致他必须要围停在红线上面 没想到车子被拖掉之后 他就跟餐厅要求要赔偿1000块 但是这个要求餐厅拒绝了 所以他还呛电源说 你应该要帮我把车子给看好 怎么会这样子 没想到他把这个发文 PO在脸书上 引发其他的网友吐槽 为什么你自己要停红线 还有店家来承担 三加四边境缩绑之后 很多人都想问说 暑假可不可以组团来出国旅游 会不会9月出国的时候 我现在要赶快把钱给存好呢 旅游达人就说了 像是日本啦 还有签证问题 也都还没有恢复到跟以前一样 另外还有保险的相关问题 另外呢 也有这个脸书的粉砖就痛批说 三加四之后 这个四天明明是可以外出上班的 却强迫你不准住在家里面 而且既然入境者 已经跟去机场阶级的亲友接触了 那么后续的强迫隔离的逻辑又是什么 如将来看到 再染疫想要通报却被拒绝吗 这是一名陈小姐 她说今年四月份第一次确诊之后 不到两个月她再度染疫 而且症状比之前还要严重 她在接受我们社区访问时 还是不停的咳嗽 速度的中断对话 但是说即便状况已经是这么严重了 卫生所还是跟她讲说 因为你确诊过了 所以不用通报 也没有所谓的隔离单 让她质疑 难道她这样子不会有传染力吗 发生在高铁桃源站旁边 这起双尸的四命案 现在疑点重重 因为嫌犯 他这中间有五个小时空白 到底人去哪呢 警方也不排除这起案件 又共犯 这起双尸四命案的嫌犯 已经是出境逃回到泰国 但问题是 现在非常多的疑点都还没有解开 而警方也还没有找到 关键的犯案凶器 不过现在检察官初步相议一体发现 死者夫妻的伤势 通通都是集中在头部 研判是被盾气所伤 那么不排除像是这种金刚处 法器或者是其他的金属制品 作为档案工具 看看这种非常棒的性质ом 控制救助 第1个体称 请不吝点赞 妻子 请不吝点赞 月